杜敬彤的言情和生活向来备受媒体关注 尤其是她与妈妈王妃的互动 更是很容易被报道出来 最近她接受某节目访问时 谈及创作音乐的过程 她说创作的歌曲正是反映她的生活状况 外界会一直认为她的思想成熟 而她创作的第二张专辑Kate Olin 就是想别人看到她的童心 把她当小孩子看待 20岁的她对于爱情这回是坦言 其实我是挺主动的 我会勇敢追寻所爱 而在与人相处上 她偏爱跟年长的人交友 工作上与很多前辈沟通都感觉良好 而且从前辈们身上会学到很多的处事方式 至于她的音乐一直不走在主流市场 彤彤竟然说我对自己的声音没有太大信心 曾经是有人建议她先做主流音乐比较简单一些 但她认为自己的声音不够好 即便做了主流音乐也只是兜大圈 倒不如直接做自己想做的音乐 其的音乐不应该分主流或是独立音乐 也许有一天她会突然写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流行音乐